大家好,歡迎收聽大觀演繹,我是David 今天整理一頓 第一跟進 中國軍委整肅事件 第二 聯合國大會開到如火如荼 很明顯其中一個大主題 都不是顯不顯習 其實大主題就是要改革安理會 改革安理會對中俄也有影響 俄國佬被遺坐 遺坐到連中國都會不正確 如果用聯合國大會的觀點 都不是從事打中國 而最後才是鳥 faculty 因為國佬又不落差 惡平超张 自己主動射擊 就順帶誰來手 這是一附近事情 順便把最近俄乌戰的drama說兩句 東歐那幾個麻煩的國家 和烏克蘭的恩怨 最後當然要說說美國預算的drama 因為快要過預算了 但當然有drama 其中drama的內容之一 究竟還能否讓烏克蘭援助呢? 這個預算裏面 順便可以一望共和黨裏面 所謂最右翼的是什麼人 因為林鎮賭過 搞到McCaffey醜醜醜醜吃尖堆 就是他身邊兩人 兩人都是極右的 那裏又可以說話 我們現在開始 先說中國這邊 中國這邊 李尚福落獲就定了 大家都知道 有一句文傳 傳張聲文可能都會被人落獲 張聲文是軍委會 即是中央軍委裡面的紀檢 即是等於中紀委 不過中紀委就是管黨員 軍委裡面另外有軍紀檢 所以他是負責紀律的 但如果負責紀律的人都被人落獲 很嚴重 這是一個 另外有一個傳 就是傳劉鎮立 但劉鎮立有兩種傳法 一個是早一點的消息 傳劉鎮立 即是現在的總參 現在不算是總參 但我們簡單一點 總參謀長 他被人落獲 但另外後面有一個消息 就是最初在Twitter 傳李尚福落馬的那位人兄 他的消息說 不是 其實劉鎮立是調任 去做國防部長 但跟著誰做總參 如果他調到國防部長 這就是另一些猜測 另外就是 到底習主席權力穩不穩 因為正當日本 中澤克爾經常傳那些消息 說習主席權力不穩 那時候中國 一百架飛機跟你繞台 穿過所謂 其實中國已經說明 沒有所謂海峽中線 他們不承認有海峽中線 台灣是我的 台灣既然是我的 海峽就是我的 哪有所謂中線呢 他現在就派了一百架軍機繞台 飛來飛去 你說我的權力不夠 我就飛給你看 現在一堆人飛來飛去 這些到底是 找還是不找呢 其實我們有些事情可以借鑑一下 如果要借鑑借鑑就是普京 借鑑普京是怎樣呢 大家記得 普京由廚房佬政變六月底 直到八月底 那兩個月期間 你看到其實 普京是一個驚喜模式 那時候也不敢出去 你想想 周圍都不敢去 但被撞了廚房佬之後 就開始想出街了 沒有了威脅 所以他 其實他對付廚房佬那一刻 是一個 你可以說 刺殺這種方式 這是突擊來的 突然之間來的 他不是通過一個很大的官僚系統 到處抓捕 圍堵 不是這些事情 你看到 他當時明明 廚房佬主動放棄 作犯 當場他也在笑 算吧 算吧 我最多在會上批評你 但也沒有立刻抓他去 走司法流程 然後去抓他沒有做這些事情 甚至有一段時間被他放了出去 但是他就用自己的特務系統去做 這些就是一條線的概念 即是他直線下去 但這顯示了什麼 就是他一方面鏡系模 他不敢交給司法部 也不見得他會交給其他 正常流程他不走 因為那些是他掌握不住的 但他可以掌握得住的 就是他自己的特務系統出身的 那些救保 那些全部安插在特務系統裡的那些人 那些他就有信心 你想想他 他在這件事的同時 對於其他人 明明有些人 當初廚房佬叫大家一起造反 有幾個區 明明有機會他們都不造反 所以中心僅僅 又幫他們滑船 那些事後沒有掌賞 那些人 甚至是普京想盡辦法令他們 不僅沒有職升 隨時要令權力減少 就算中心也是這樣說 因為這班人他也信不過 他最信的是他基之比那些救保 還有那些救保 當中的不是現在已經上了神台 因為上了神台有水有錢 有權有勢 有銀兩 那些人就會隨時有自己的想法 不太聽話 所以另外找一群還未上位 或者剛剛上位 還是很依賴普京去上位 那些人 那些人會是最聽話 而且那些人也有一個希望 就是打低了 現在坐在自己上面的上級 就自己有得坐 可以做到大老闆 僅此於普京的大老闆 就不需要再服侍現在這些 壓在自己頭上的老闆 所以我相信普京用的是 這種叫做一條線的做法 我又想直下 而且我往往繞過最大頭那些 因為那些大頭那些已經全部變成官僚集團 或者變成權貴集團 在權貴集團裡的人 心思多 利益多 他不會跟普京完全一條心 做的事情上會立 或者他不想做會特意洩漏消息 變成你要做做不到 所以對於普京 他就要找一些自己直線落的人 不會是兜來兜去 如果你說 就算經現在FSB的部長 也會出事 因為 FSB那班 你現在坐到上來 全都是肥仔水 俄羅斯都是無觀不貪的 當你貪到差不多 你貪到差不多 你貪到也要有渠道 你現在被 美國佬截斷了Swift之後 要貪到也沒那麼方便 你收美金也收不到 每次靠海外帳戶收 你很煩 那些人已經全部養肥了 根本就不會忠心於普京 做的事情都是阻蝕又蝕 就算你說像小姨那些 信德國先生也是理論上 你看他搞不定 這個俄烏戰 真是普京瞄到什麼地步 但那些人又是有自己的 那盤數目 所以他不會是信最高層 這堆人 一放消息出來 你一落命令 他的消息就已經到處通了 那廚房佬 你怎麼能殺得到他呢 廚房佬走開了 那他就會直接殺 但是你說普京要想在施政 要在國政政策上 是不是有沒有事情可以做到 沒有事情可以做到 你看他的施政近乎癱瘓 你說要精兵又精不足 你說要找軍備 找來找去就算 我當你真的和金仔採購到 運不運到可以進來 去到前線都成問題 中間被人貪了多少 如果那些資料是真的 分分鐘就被人貪了 然後賣出去 如果是留的 那他就拿去軍隊交貨 那你說FSB知道嗎 但是會不會報 當然不會報 他有錢分的 大哥 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和你真打 怎麼打 正兵也是 陷害的 那些功課都是躺室 隨便躺平 事頓彈彈彈 這樣是交貨的 那些混蛋 所以你說普京到底 權力穩定不穩定 要看你用什麼角度 如果以施政角度 正正式式的一個政府角度 他的權力絕對是不穩的 他沒有辦法可以叫得動 那麼多個部門做事 基本上每個部門都是敷衍的 要不想博表現的 就夠做 不管什麼後果亂做 做到很難做 然後自己閃開 找人負責 就是這些做法 所以你說整體範圍要做國策 就什麼都做不到 基本上是癱瘓 在癱瘓的情況下 他權力穩不穩 很多部門不想跟他 亦有很多權貴想他死 要不然你廚房佬 亦不會有機會叛變 甚至廚房佬正式被殺了之前 廚房佬自己也拍過片 都說他被人追殺 他自己知道 有人一定留了資料給他 他到處飛來飛去 他到處拍片 有人幫他傳出他的片 他肯定有人 在後面不會沒有人 但最終都被殺了 雖然最終被殺了 但之前他能夠有信息 有什麼 即是這個政府本身 不是完全效忠於普京 在這種程度看 普京的權力是不穩 你想施政是不穩 但你想推翻普京的角度 普京還是很穩 因為他整條可以恐嚇這麼多人的線 即是 即是怎樣呢 即是變成了 黑社會 黃天林 他有能力叫了這麼多個叔父 因為他不穩定 任達華想要拿龍頭棍的路 任達華想要拿龍頭棍 還要被黃天林教訓他 不要這麼想 龍頭棍要輪流 你不要想著長開才行 這些是 你想權力要找不到 但是 當場任達華推翻了黃天林下樓 錄了樓梯 死掉了 這就是任達華的 找不找 因為他有一條線 他在黑社會的電影裡 就沒有了 直接推翻他 但是就算你說 擴大一點點來看的話 他夠膽這樣做 你不怕別人家裡會堆壞你嗎 那你自己當然要身邊有保鏢 如果你說以正式角度來看 也就是說他身邊有些 狠人在身邊 人數不多很少 如果人數夠多 就整個字頭都洗動了 但是整個字頭洗不動 很多人不服 就因為自己的人數不夠多 也滲得不夠入 也不夠闊 但是你說 要被人堆壞就很難 因為你誰想堆壞他 他直接就可以堆壞你 這就是普京的情況 其實參考到普京的情況 我們再看看軍隊裡面的成份 我們就可以大概推測到習主席 所謂穩與不穩 首先我們要留意 就是現在軍委被人整熟 李尚福出身 和火箭軍是相關的 和後勤部 或者那些 相對不是在部隊 又不在前線 甚至不是在有些特殊情況下出身 我會提到現在的特殊情況 沒有什麼關係 你上覆那些 某程度上 你甚至可以說 能夠處理得 衛星發射升空 曾經有在火箭軍 然後才調到戰略後勤部 這些人你當作是好學習的 那些人不是那種軍佬味 你看看李尚福也不是那種軍佬 現在另一個被人傳說會整的 張星文呢 張星文呢 剛才我說過 她是軍委會紀律委員會的書記 但她的出身在哪裡呢 二炮 火箭軍也是 所以如果她被人整熟 就一點也不奇怪 因為二炮的 基本上現在全都很富貴 因為習主席明顯信不過這班人 由戰略後勤部 戰略裝備部 到二炮的 那一大堆全部信不過 當然 這是因為他們表現不佳 與這個和正不正面沒有關係 這是長期表現不佳 因為有很多人已經在習主席時代 已經被他快速提升 甚至如果張星文真的出事的話 他後面那段也算快 一路上去 一路上去 一路被他 又到後勤部 跟著紀檢 跟著又做到中央軍委 你軍委裡面又做專門負責這些東西 而且升得很近 2022年10月 即是二十大的時候升他 有些位 這頭升他那頭 不是吧 不是升 2022年10月被他連任 如果信不過就不會被他連任 就踢掉他下台 被他連任現在又出事 所以這個一牽連 如果真的 有機會是被火箭軍那一段牽連 全部都是 另外之前是張又俠 張又俠 前線打過仗 但他也是戰略裝備部 戰略裝備部 甚至是他的寶寶 即是他一手要成立 所以一牽連 一扯就是這堆線 覺得你們全部扯我後腳 這與其說 查貪腐還不如扯我後腳 你們每個人都放棄我 騙我 騙我 到我現在要認真 要你準備 要你交功課 那麼久都不能交功課 由兩三年前 叫你準備好 要交功課 到現在都準備不到 那些功課出來 還有那些情報都漏出街 那些放棄球都放到戀路 大佬那些人搞什麼 類似這些 你搞什麼 所以整堆那些 有因為是全部騰擾 都是跟那些有關 都和火箭軍那些 戰略裝備部 後勤部那些 全部有關係 所以一下掃地出門 這就是 看得到的一件事 這裏一卡 但是你說這樣軍心動搖的確是動搖 但是你說是不是 為什麼他還可以扔到100架戰機去繞台 這就是我說的 所以是一條線 怎麼看他的一條線呢 如果你看看何衛東中央軍委副主席 然後東部戰區司令林向陽 然後還有南部戰區司令王秀斌 還有中央軍委的委員 負責政治部的描劃 這幾位仁兄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 都是在31集團軍復過役 31集團軍住宅在哪裏呢 31集團軍的住宅就是在廈門 福建廈門 而那段時間也是跟習主席有交答過 習主席做福建省委書記 大家都知道習主席做到我們偉大的主席之前 他就是國家副主席 副主席在之前很短時間做過上海市委書記 9個月 接著就是浙江省的省委書記 接著之前就是福建省 而且福建省住得最久 所以這就是所謂一條線 你看到的就是河衛東 現在中央軍委副主席 僅次於張又合 如果張又合下了幕後 就是他大了 除了習主席外就是他最大 到目前為止他沒事 林向陽就是東部戰區負責對著台灣 他也是在31集團軍出身 而且他出身的時候正正和習主席交集 南部戰區的司令 王秀斌也是一樣 他先是在第一集團軍 但是後來 在13年 當時習主席已經不在南京 已經上到中央 但是也要去31集團軍出身 而且他之前第一集團軍是南京軍區那邊 這些我相信都是信得過先生 至少也是 亦都要先在31集團軍區 如果不是 亦都不會信得過你 就是差不多這個是 你怎樣都要去福建 浸一浸 算是福建幫的人 如果不是 你都很難 當中你好像林向陽 簡直就是福建人 林向陽是福建人 對了 那你變成 你說喂 大哥 這些是正正中中的 改變福建幫 其他有一群是江蘇人 而且都差不多在江蘇那些地方 所以 握手 最親信的 至今還未出事的那些 其實走來走去就是那些人 都是在那些軍隊服役過的 都是要在31集團軍服役過 跟習主席共識過 或者至少 等於習主席的師弟 下一代代 不是他的下一代 就是他的代賜 等於是阿林乃 你是我的阿林乃 是這樣的 那些也很相信 例如何惠東 這麼老資格 他一直提拔提拔 那你想說 喂 想進入我們的圈子 你要在那裡 跳一跳 跳完之後 福建幫說你OK 然後就一直進來 甚至今時今日 習主席上面中央辦公廳主任 那個蔡奇 蔡奇又是福建人 大家都知道 習主席最根本根本的兩大勢力 所謂的敏剛和滋剛 滋剛就是浙江那邊 但是真正說親 都是福建最親 因為始終習主席在福建最內 而且現在習主席要發動對台 無論是對台的和平事務 還是對台的武統事務 他也要找回 和他信得過 應該是屬於福建或台灣 一定會要找回那些人 而東部和南部戰區 其實有意思的是 東部和南部戰區 都是第一線 一打起對台 兩個戰區來到 因為打起對台 一邊攻台海 另一邊南部 你一定是南海那邊 別人會跟你玩 當然是南部戰區 重要 所以兩個自己人看著 當然需要 但與此同事就是 東部和南部 雖然福建省 是習主席的根 深圳市 就是習主席的領尊 習仲勳 他曾經扎根的地方 但這兩個地方 老鳳就不太靠得住 所以難聽說 東和南這兩個地方 因為經濟發展得很重要 也因為當地 這兩打的人 跟北方 不太靠近 也變成了 容易不聽中央使用的地方 所以也要把自己的親信 放在這裏 如果對外有事 就由自己的親信 帶兵作戰 如果不是內部不穩 就由自己的親信去鎮壓 所以這些牌法就是這樣牌 我所說的就是一條線 你說整支軍隊裡 多不多地方 是不屬於 完全屬於習主席又蘭 東部和南部 就說是自己的敵系 但如果你看看中部戰區 或者北部戰區 那些 那些沒有跟他們有這種關係 北部、中部和西部戰區 現在都沒有那些關係 沒有那麼緊密的關係 但是當中 北部和中部戰區又好一點 至少都是比較上 跟他們 不是有直接拉爛 或者是他們自己的 那一群人裡面 即是北方那一群人 應該是他們願意 那一群人裡面 你派一些位置 也要派給他們 西部戰區以前我解釋過 最特殊 找一個真正在越打越 越戰爭的人 在西邊 但是如果你說 現在的清洗 如果劉鎮立沒有出事 因為劉鎮立很特別 他既沒有 他不是屬於福建系那一邊的人 不是那一邊的人 不過他算是北方那一邊 應該這樣說 他不是那些信不過的南方佬 但也不是習主席嫡系的福建幫 是河北那一邊的人 而他駐紮的地方 就駐紮過河北 也駐紮過這個 在蘭州軍區的時候 也打過程越戰爭 然後又曾經做過武警的參謀長 所以某程度上 他的整個履歷 應該都算是信得過的 雖然不是最嫡系 但至少是信得過 還有問題是 如果他出事的話 你就變成年輕人 而又真的在前線打過仗的人 幾乎在中央軍委裡 就變成沒有了 因為只有他和張又俠 兩個正式去打過程越戰爭 其他有些是沒有正式去打過的 其他如果再下一級 例如去到軍區司令 都只有汪海剛 西部戰區 他是打過的 其他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說劉振納出事 真的會很濕 因為如果劉振納出事 而不是升官 而是被人調查 那麻煩位就是 變成整個系統裡 真真正正打過前線的人 就幾乎沒有了 在最高級的那裡 當然你可以說 不是 我去到中央軍隊指揮聯絡中心裡 等於聯席 或者不要這樣叫 叫什麼 叫等於在銀河英英雄傳說裡的統合作戰部 裡面還有很多委員 有些都是有些經驗的 不是靠他一個半個 但是指揮人本身不是的話 就算至少在士兵眼中 你已經少了一個人 可以說這個人有點傳奇 他指揮過漲價 怎樣怎樣怎樣 首先信心已經差了 第二 就是有些事情 不是每次回到聯絡指揮部 聊一大輪 有些事情你也要自己 即場做決定 缺少前線經驗就比較差 但是這樣說 就算劉振納不是被貶 或者被調查 而真的平調 因為是同級的 總參與國防部長同級的 我說過 而是平調去國防部的話 就要看接下來接下來的接任的人是誰 如果你說接任的人裡面 如果以副的參謀長來計 排最頭的陸軍上將徐喜寧 但問題就是他在西部戰區的戰績不太標秉 他更多是理論型的人 如果你說他去指揮 就真的會出事 但是張鎮忠又不像是火箭軍 他還留不留得低也成問題 是不是有被調查 我也不知道 我都沒有留意 再下去是景見鋒 但是純是空軍人 當然他也做過東部 即是東部戰區的空軍司令 長期是負責空軍 但是行不行呢 如果要全部看完所有東西 那根本不知道 這件事不知道 如果你說純粹是為了對付 即是如果攻台來計算的話 都沒有說不行 攻台的話海空戰也很重要 所以有一定可能 但是這個不知道 因為這些東西我們沒有任何消息 什麼都不知道 這些完全就是用公開消息 左按右按來按去看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調查 都要找人調查 因為國防部 我說過國防部是負責建軍的 負責管理軍隊 而不是負責打仗 然後如果你說新的參謀長去的話 你一定是 如果一些前線經驗都沒有 頗為實際 你找一些理論型的 真的會出事 參謀長本身不是真的參謀 現代參謀長是負責行動 軍事行動 前前後整個軍事作戰計劃 是要他們去審 如果沒有什麼前線經驗的人 你審這些很理論化 很會出事 這些位置 會不會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變成另一個輸離婚計劃 那真的說不定 但無論如何 剛才我這樣說過 重點是一條線 那幾位仁兄 都在31集團軍 在福建 住宅過 和習主席 算是有最接近的聯繫 這些人 如果要動的話 政治部負責動員 宣傳等 中央軍委副主席 最頂的已經是除習主席之外 習主席是總攬全局 軍事全局就讓維東去看 政治動員就找苗華去做 另外東部戰區 南部戰區就有兩棵友 那兩個人就負責打仗 全部都是他一條線可以指揮的 所以你說 你說他的權力穩不穩 用這個來當作一個model 當作一個example來看的話 你想反他很難 因為他拿著實際的軍隊 但你說他總體範圍 整支軍隊裡面 多不多不聽他使用的人 肯定多 所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互相不配合 只能夠在小範圍內 他可以指得欲有 可以有配合 但變成了除非是局部戰爭 而且局部戰爭 還要是兩個軍區已經可以頂得住 而不需要動用全國的力量 如果不是的話 一旦打大仗 可能是另一款 整支軍隊就未必完全控制得住 否則現在不用整肅做得那麼厲害 只能看火箭軍 戰略裝備部 以及戰略後勤部 等於全部都不是他的人 他現在要調查得那麼嚴 而且說明還未完 還可以繼續燒上火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變成了 除非是玩偷雞摸狗戰略 即是這裡摸一下 那裡摸一下 那裡摸一下 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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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一下東沙 然後打算孤立你台灣 然後再配合國師 王滬寧 現在搞的認知作戰 搞到台灣雞犬不靈 等你自動獻成 這樣就有得想想 這些是要玩摸 即是空摸 如果真的要硬碰 一打變全面戰爭 你就會開始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不可以再靠一條線去處理 你一定要是整個政府 全部的總動員去做 但一旦全部的總動員 整個官僚系統 就止不動 不然政策不會亂成這樣 也不會部門和部門之間 經常打架、吵架 你扯我後腳 我扯你後腳 大家互相捏對方的春袋 不會搞這些事情 也不會像現在的局這麼混亂 甚至有時候說 我現在在鳥州水災 你李強為了救洪安 不理這麼多 先放水 但你有沒有通知到 住在鳥州當地的軍隊 是沒有的 搞到別人的裝備沒有了 你玩到這樣的話 這些就是部門與部門之間 就是大家互相玩對方 正如軍隊一直滑走 原因就是 以前已經試過 軍部和外交部 大家吵架 軍部就吵架外交部 說你戰狼是戰狼得厲害 但我們要做的 怎麼做 我們實打實的 真的要打仗 我們要出名 你王毅 你們這些傢伙 我們真的要打仗 但王毅就是 你們這些傢伙 準備不足 你們自己無能 不要放在我身上 所以 如果你要大範圍 動員打大仗 就真的不容易 因為 習主席對整個政府的控制 有相當多的阻力 全部跟你敵 但如果你說 要玩一個小規模的戰略 只能控制幾條人 幾條線 幾條簡單的直線 一直直下去 能不能做到 所以 任何野心家 想這個陰謀 大逆不道陰謀 作反 想對付我們偉大的習主席 就不太容易 因為他仍有親兵 他仍有自己的線 包括國安的線 他仍在 你想動他就動不了 於是就變成了 跟普京的情況有些像 就是大家鬥氣做 就鬥氣做 就鬥氣做 變成你想升級 你升不到 你想大範圍搞不動 搞到亂動 到你強行下命令 死窄下去 就全部跟你交造 結果更醜 李強和李英俊 一旦交造 一旦交造 現在搞到 不是什麼 不是軍隊就出事 救洪安 是 你應該救習主席的 但是軍隊對習主席是命根 你不能動人 但是 李強關我理得你 地方官我理得你 我最重要 不是的 也是我負責的 是不是也是我負責的 變成全面戰爭 你要總動員 是不是 人力物力 就要全國一起總動員 我想就很難 以現在習主席的情況來計 所以你說 穩定不穩定 你的權力 就要看你又是有什麼角度 你說要總動員 去跟人組裝的話 這個角度看不穩定 但如果你說你想 你想想你也不要想 現在這一刻 有一段時間都不可以 因為習主席在他那幾條線上 駕駛得很緊 他有自己的敵系部隊 你想說動他 你就是做夢 你想想 外面有兩個軍區鎮壓 你不要忘記他自己 親衛的那些 在北京圍樹那些 肯定都是換了自己人 所以任何一個區 你現在這一刻 你想造反就很難 也沒有機會 但是難聽說的是 一旦打在大仗上 來玩總動員 又是另一件事 於是這裏 其實就比習主席 一個更大的 一個疑問 一個進退圍谷的壓力 如果你想武統台灣的話 你不可能不全國總動員 但是當你全國總動員的話 你又信不過 甚至你也無法總動員 會幫你處理這件事 但是如果你單靠小打小鬧 除非認知作戰成功 能夠令到台灣的政府出現不同的情況 或者令到台灣民間的民氣不同 越來越不喜歡你那些搞獨立的壞人 要回歸回我們偉大祖國 如果不是向這個方向 這樣變成 你多玩十轉妖台 一百轉妖台都沒有用 結果就是台灣人 在美國邪惡美帝搞搞陣下 會越走越遠 所以他的整肅 你可以看到為何要這麼急 要整肅 就是要把整個軍隊都握得住 但是當你這樣搞 就要時間 有時候整肅 雖然恐怖 一下子 但是跟著 那些人能否掌握得住 那些軍隊 不能掌握得住 就變成你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就做不到 甚至有時間都不見 一定做到 這就是那個疑問 而他是不是有這麼多時間 可以讓他慢慢整股 甚至慢慢整肅再整股 怕且沒有 不要忘記 In theory 2027年 如果以他當時幾年前開 我忘記了三中四中五中 不知道開哪個中 那時候有寫過 或者是要2027年前解決台灣問題 那你算是時候收拾 那樣那樣 2025、2026 你無論如何都要做事 所以留給他的時間很短 他要很急於很快地整合 但是你這麼快整合的話 裡面高層人士 你可以很快動 但是下面那幾層調來調去 那些軍隊熟不熟 聽不聽帶呢 又是另一件事 你只有兩個軍區 是很確定 你應該指揮得動 但是你不打這些仗 如果美國擺出的姿態 就是你敢打 等於打世界大戰 要全面戰爭的話 你就不可以靜靠兩個軍區 全國總動員 我覺得以習主席眼光看 是沒有信心的 所以他很糾結 所以為什麼他的行動要這麼猛烈 因為他覺得時間不夠 總結 現在習主席想不想打 想打 或者應該這麼說 他很想解決台灣問題 無論是打還是認知作戰 他都想解決 急於要解決 而且也發覺自己的手牌 越來越難打 和美國人叫陣叫不動 這是原因 因為自己的手牌 原來牌是假的 告訴你 你初時以為是A仔 原來是賭勝 那隻不是A仔 那隻不是A仔 那隻是2仔 那隻是階磚3 那隻是階磚3 你無論是磋子還是什麼 都是小牌 小牌 無論是輪的牌 我以為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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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擦擦擦擦擦擦了別人的牌 讓別人變階磚3 你現在把我的煙屎 和那些大煙屎 變階磚3 扑你的臭屎 所以現在就慶得這麼厲害 一下子要慶得這麼厲害 而且他也會擔心你們是否有什麼圖謀 是不是想謀我呢 所以才弄出這些壞事 所以如果你這樣看 現在這一輪 我想軍隊整頓有很久 會弄得很厲害 那個動盪看起來會很厲害 換人會換得很急 但你說他是不是會因此 激化某些人會搞政變 搞什麼 看起來也不會 就算有它也不見得成功 而現在的情況 就是他人的小集團本身握得很緊 牽背了幾個鍵的位置 卡著 你想做是不能動 不妥 equal人 不妥快的人多 不妥快他的集團多 但散修修的又是 和普京的情況一樣 對家散修修 無法集中力 反而普京人少 但力可以集中出來 玩權力中有時候不是靠人多 不是靠很多集團圍搭你 在政治鬥爭中 往往是你有沒有一枝精銳 人數不需要多,忠心於你的 而且各個重要的環節都剛剛卡住的位置 你有中央辦公廳 訊息傳達那裡已經卡住了 你有中宣部對外的宣傳幫你宣傳到 軍隊裡的政治部抓住宣傳工作 控制住人士 現在剩下的總參 以及直接的軍隊 指揮得動 對他來說 加上國安救命 其他部門只要不動 他就由他 但是這樣的情況就是自己的權力就穩定了 但是你想對外鬥爭就不容易 甚至非常難 而且那個危險性就是 一旦對外鬥爭有什麼意欲輸的話 就會進一步削弱你原本有的權力基礎 這就變成習主席的痛苦 就是要在這些位置做選擇 而現在他的選擇裡面就是 就是一旦要急於加強自己的牌 但是另一旦是否放棄跟美國人談 也不見得是 所以有些事情他還未完全跟美國人公開叫板 只是暗中 只是古靈精怪 你說明刀明槍跟美國人反燭台 都還未做到這件事 原因也是在這裏 所以形勢就會一直繼續 險惡下去 險準下去 情況大概就是這樣 接著我們下一節就說一下聯合國那一篇 裡面的劇情劇 接著是聯合國大會 大家平靈巴難 但是平靈巴難得來 第一件劇情劇 當然是聯合國的秘書長古特雷斯 他們一向做聯合國秘書長 很少是這麼明顯的 一般都是和事佬 其實之前他也試過主持過 他加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一起去找俄羅斯總統普京談 當時劃船到出口局務協議 這是去年 從烏克蘭的黑海出口局務協議 起碼都成功了 但是今年就談不成功 就算聯合國秘書長出面也沒有面子 聯合國秘書長的位置好像很輕微 但問題是這班人以前都是政客 好像現任的秘書長古特雷斯 他曾經是葡萄牙總理 他是卸任後再去做聯合國 一般來說這些人有政治資源和人脈 就不是一些辦法都沒有 就這樣坐在那裡 他不是那種 他這些都是見慣場面的人 更何況大家沒忘記 葡萄牙羽圈也很大的 巴西也是葡萄牙圈的 還有葡萄牙圈也有強大企業 尤其是跟飲食相關的那些企業 跟糧食相關的那些 最出名的3G Capital 在後面他投資幾多食品公司才可以 但anyway 葡國佬不是完全沒有影響力 沒有壓力的那些人 不是孤家寡人 所以他坐在聯合國 和秘書長也坐在那裡 那麼久 之前也跟你說話 但現在是跟你玩認真 他也贊成現在要改革到適合現在的情況 而這個一改革 明顯地兩件事 第一 一定要擴張聯合國五常 五個常任理事國 要擴張直位 差不多是其中一個必做的動作 另外一個要做的動作 就是要改變以前的流程 一般來說 聯合國五常國就有V圖 隨便一個國家行使火決權 整個案就通過不了 但是每次都是這樣 變成兩大集團的表演場所 大家互相聊天 結果聯合國什麼都做不成 所以另一個要改革的就是規則 大哥 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第一擴張號碼 第二就是如果是 估計三分二贊成就可以了 沒有意圖這件事 大哥 你每次都V圖 你還不用做的 聯合國什麼都不用做 但是當然 這個會不會有另一種副作用 或者另一種效果呢 就是最終會令到 有些國家自己 憤然推出聯合國呢 這個就不知道 但是俄羅斯 現在走到某些時刻 就是萬一這麼多國家 圍踏它 而將它單位 真的走到改革 拿到聯合國大會表決 最後成功了 等於剝奪了俄羅斯的V圖權 如果剝奪了俄羅斯 會不會發難 會不會重演二次大戰之前 日本退出國聯 那些狀態呢 這個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因為如果你說真的退出了 那你用什麼懲罰我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站在俄羅斯的角度來看 反正我都被人懲罰 以前你說對 聯合國有很多不同的計劃 這些計劃裡面 都會拉攏到人 拉攏到錢 諸如此類 反正我連SWIFT都被你們 弄得已經斷了 那我什麼都沒有 那我就怕爛命一條 我退了出去 我就什麼都亂做 我管你死 然後至少拿這件事來恐嚇 會不會呢 這樣 有都不奇怪 而且如果是可以製造一種緊張局面 都會嚇到西方政客被侮辱 那你對著某些意潔鑊政客來計 嚇到某些意潔鑊政客 嚇到兩個人 那些人不斷腳軟 不斷跪 甚至不管選民怎麼想 他們自己才跪 都不奇怪 那些人到時候 走來跪求你 那俄羅斯就有機會夾夠人 至少普京也有機會 所以就不知道這件事 現在到底是怎樣 但你如果看著聯合國大會的氣氛 所以就似乎回答俄羅斯 差不多變成共識 就算中國現在的情況 也不出聲 就算是中國給俄羅斯的支持 在聯合國大會上非常弱 就算有 絕對不是說強悍地支持 就不是 最多就是來來去去老土 玩開的老一套那些說法 之前那些人經常說笑 那張冰稿子 家主辦中 去死的 對中國來說 無謂引起目光重要 其實人家也想打你一份 不過現在暫時的主力先打俄國 打到他真是嘔吐出去 而且現在的樣子又樣正 就算有些不關事的國家 如果我可以幫忙打落水狗 而可以得到你西方獎勢 我也可能有好處 那圍打他就好 比你不圍打 變成了Oddman 你不是每個國家都有牙力 可以跟美國人對撼 可以不聽美國人知敵 就算以中國的情況來計 我想要拿一把口來 或者最多動員少少少少 但我想這件事都不會太陽 因為不要忘記我們剛才說 軍隊的重建還未完成 離完成還要有很遠距離 如果重建還未完成 最多就是權力很穩 以不讓人推翻的就穩 但想使得了軍隊還未穩 在這樣的狀態下 你說現在還搞那麼多 那麼多的資折 出來的話 一會搞到別人順手 連你都圍打 就認真不過人 現在已經很不過人 你再被人圍打多一回 就更加不過人 所以我想他對俄羅 是不會有什麼幫助 難聽說 最多就是像之前那樣 我在北韓開廠生產軍火 讓你撐下去 最多都是這樣 如果不是你說正規要做到養 我想也不想 現在就算是 習主席也要等普京過來 10月一帶一路過來 開高峰會的時候 我想也是承認普京 有什麼國防科技 還有什麼未給我 不如全部給我 第一 第二就是 你糧食供應 天然氣 麻煩你保安 不要無緣無故 在我最凍那天 最餓那天 你屌你什麼都沒有 那怎麼辦 但是我想普京的彩理也有味 又是承認你 但是我想習主席 和他的幕僚 也不會不知道 普京承認你的機會 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很有機會 大家都是 形式上可能好像很緊密 但是實際上做到的事情可能很有限 大家都是公式化地去做 那一公式化去做 你以俄羅斯現在的狀況 怎麼可以接受公式化的幫助 你現在要真正的幫助才行 公式化是不行的 所以怕俄羅斯吃白的機會相當多 我估計是因為這樣 很多小國都看到這些事情 所以加入維特的 加入圍打的立場 所以俄羅斯也大陸 即是普京就算穩定到國內一時三刻 在外面也是被人打到整個變豬頭 但是不是啊 你現在好像波蘭是嗎 波蘭又說不支持烏克蘭 但是首先最新消息 出到來說 不是 烏克蘭總統想通過立陶宛總統 去做中間人 幫你做和事佬 變成了令特澤連司機和杜達 兩邊大家 在立陶宛總統 拉線之下 大家坐在一起談了 談完之後出來 現在波蘭改口就說 不是你們 你們誤會了我們 我們總理說的那份 我們總理說的那份 不是不給 是新的東西 不給 但是現在現有的合同 我們是繼續執行的 這樣 這裡當然也牽涉到 就是谷物問題 而谷物問題也牽涉到選票問題 這些國家 無論是波蘭、匈牙利 還有下個星期三十日大選的 斯羅瓦奇亞 都有一大堆農民 那堆有 他們的谷物 本來是直接賣去 燒歐洲 燒國內和燒歐洲 本來烏克蘭的蜜 不是去燒歐洲 烏克蘭的蜜很多是出口 那時候是坐黑海的船 即是通過黑海出口去 非洲、中東等 那些地方 因為那條水路不通 所以結果就逼你走六路走 好了 恐怕現在看到後鏡這樣看 就知道大概是普京玩的 那招夜的陰濕位在哪裏 最陰濕的位並不是在 小物價價直接抬價 那些古靈精怪在通脹戰內那裏 最毒的那些東西就是 當你一走六路 你自然就有機會 跟波蘭和歐盟國家有衝突 而你是靠歐盟和美國人支持 但如果你說烏克蘭 那不是 他陸路可以再出口去非洲 其他地方 但運費就不太耐心 要不就直接下巴 直接運過去 你說坐一段鐵路再下船 那一段重量的那條數不是便宜的 而且重量的那條數很差 而且重量的很差 那你變成就不值得 如果不是他們的做法很有機會 就是寧可我直接在波蘭和匈牙利 賣了出去算了 賣了出去之後 然後你再賣給下面是你的事 這些就 他就不理你了 但你突然間有一堆小物浪 沖進市場裡的話 應該是對農民會有衝擊的 但當然 是否真的這樣衝擊 又未必 那要看哪些有 這些是對真正地的 沒有網絡可以接觸海外 就真的會有影響 但如果你說不是 他自己也是國際化公司的 沒有東西 賭賣 這裡拿到烏克蘭便宜的 自己手上有的 就用時間賣出去 烏克蘭便宜的 那些過來 進去 進去 或者 趁著你海外的糧食價 可能會貴的話 他就用貴價那一部分 就去把自己賣出去 然後把烏克蘭便宜買 便宜買進來 便宜買出去 總之是有數位 但問題就是 今年的國際糧價 就認真不如預期 因為烏克蘭 之前估計烏克蘭 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也這麼估計 烏克蘭陷入苦戰 或者 加上糧食協議 搞不好 隨時糧價 大力飆升 如果飆升得夠厲害 過700 分別去年那些 你對於波蘭那些國家 就算是一大堆烏克蘭的小物 衝進來 也不會傷 因為價錢也會貴 但現在不是價錢那麼便宜 因為價錢那麼便宜 因為價錢那麼便宜 一箱便宜 農民可能會鬼吵 很多人都有選票壓力 尤其是斯洛伯奇亞 下星期選 那些保護傳統右翼勢力 而右翼勢力的票倉 多數都在農民 其中一堆都是農民倉 農民票倉 你不滿足他們的要求 你搞不好 所以我懷疑這個影響到 斯洛伯奇亞總統鬼吵的聲音 不是現在這個總統 現在是接下來要選的 如果被他選到的話 即是現在最領先的候選人 如果他做到的話 他說我一顆子彈都不會給烏克蘭 他又不是這套成員 我幹嘛要給他 我們應該跟俄羅斯和談 那些人一向還要出名是親俄羅斯 那些情況其實跟美國裏面某些人很相似 都是親俄羅斯親到爆炸的 那些人 我們都是基督教的人 我們都是親俄羅斯 烏克蘭那些是搞同性戀的 那些是不行的 我們不應該幫他的 諸如此類 還有他們主動挑釁 那這些 什麼 背後都有一些很根底的利益 其中當然就是怕你 歐盟也好 北約也好 那些錢一般搬過去的話 你自己就沒有了 那九盟的銀 不能接觸到 你現在那些人怕 可能沒那麼好享受 又或者怕影響你那些農產品的出口 其他那些東西 但其實大公司是不怕的 怕是怕你那些真真正正的小農 只能接觸到地區市場 就去不了國際那些是最怕的 因為他受不起你當地地區 小物價格的那些波幅 但無論如何 我想立陶宛外面去滑船 而立陶宛背後 估計都是有德國佬的 單憑一個小國是不夠的 後面都應該要有人去滑船 而總算要波蘭和烏克蘭暫時說好 情勢一時三刻就沒那麼危急 因為如果波蘭作為東歐其中一個大佬級的國家 他不跟你玩了 現在就說好了 其他那些 就算斯洛伐克 匈牙利 匈牙利也沒得說 Victor Olben也沒得救 斯洛瓦奇就算選了新總統 怕者也要看著大棒的形勢來做 如果不是的話 你再吵下去的話 還要親俄的話 如果我是美國 不如我拒絕你的這套組合 你說到 烏克蘭不是LATAL 你為何要幫他 現在我就馬上讓他進入 然後我踢你走 不行 不要踢你走 我拒絕了你的組合 你是親俄的 LATAL是 難聽說 我擺明是用來對付俄羅斯的 你現在親俄羅斯 即是不是我自己有 不是我自己有 我拒絕你的組合 好嗎 不要那麼大聲 肥仔 不知道為什麼 親俄那些總統 很多都是肥頭得耳的 很大份的 一面兇狂 但又有幾分薯頭 不知道為什麼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遊戲可能會這樣發展下去 這個就 至少這一刻 那個炸彈就拔掉了 那個信管 應該就不會再爆 因為如果這樣 如果波蘭都可以的話 你後面 就算新選出來 把口罩叫得很響 但實際做不做到 就會成問題 因為 你會有壓力 那你俄羅斯的 又不是大到 一定會抱著你 那些國家 要懲罰你 不是不行的 而且你已經可以檢查 旁邊 如果檢查那邊的 那些人看來 你俄羅斯的這樣影響我 他們反彈起來 你俄羅斯的 如果是他真的選中 做策頭總統的話 怕他想搞事也很難 而且不要忘記 SERBIA 現在正在轉裝 另外 你也看到 以國際局面 亞美尼亞 都知道 你俄羅斯不敢轉裝 現在 你剩下 Victor Orban 沒辦法 太深了 有些事情 那些人 真的被你做到 其實總統 你真的要轉 你到時要靠心一點 這個要看 我猜就是這樣猜 暫時風波就關掉 當然 對於烏克蘭 戰爭壓力 依然是很大 因為他們也很想取得成果 一取得成果 有好的成果的話 比較容易說服人烈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不張的話 這兩個月就會面對多很多挑戰 但怎樣就要看下去 軍事上的事情 現在很難說 現在雜誌還是有進展 進展不差 但不是那些突然反轉的那種 依然是很踏實不辛苦的進展 這部分就是聯合國 和你剛剛聽到歐洲的那些事情 接著說一下美國預算的drama 接著說一下美國 這場戲 玩預算的戲 因為始終他們雖然 債務上限就過了 即是沒有債務上限 但是每一筆的預算 的appropriation 都還是要過的 即是你現在不需要怕 有債務上限難 但是每一筆預算 都重新要過 當然過得預算 通常這些都是大家 玩東西的機會 兩黨大家都要玩 但本來 星期三那天我和Henry King 那時候我們還在預計 那場大戲 等著McCaffey上了一張錶 即是眾議院過了 拿到參議院 但參議院就是民主黨拿了 當時民主黨放話 他們說李眾議院遞上來的錶 我就死都不想過 因為他那張錶 擺明是剩下預算 因為民主黨當然要花錢 一個要花錢一個要剩下 肯定要打架 但當時我們兩個人都估計 看上去做戲多 因為沒有人可以玩到政府停擺 因為如果你玩到政府停擺 你要負很大的政治責任 很多人會很輕 有些錢如果收不到的話 就很嚴重 當然你有公務員不上班 也沒那麼嚴重 但如果公務員不上班 而影響某些撥款 或者影響某些服務 肯定有人會這樣說 誰知道這一局 昨天都很激烈 結果眾議院過不了 眾議院是共和黨大多數 大家不要忘記 當然共和黨大多數很問邊 但依然是共和黨大多數 議長都是McCaffey 結果 臨時幾個議員倒戈 過不了 而且倒戈裡面包括 一個是他的親密戰友 有一個女人叫Majorine Green 另外一個是之前都說好數 叫Eli Crane Majorine Green 我沒記錯 應該是Georgia那邊的選區 而Eli Crane Eli Crane Eli Crane是亞利桑那 這兩個人被視為 應該是他的盟友 McCaffey的盟友 但臨時倒戈 加多這兩張票 就輸了 過不了 於是現在民主黨狂吃花生 即是說 現在我們叫做 Republican Civil War 真的 很冷靜 但現在正在考驗 第一 考驗McCaffey 即是擺明 你騎不著那些人 你沒辦法騎著那些人 才可以玩這些事情 當然 共和黨裡面 in theory 有黨鞭 McCaffey不是黨鞭 應該另外有黨鞭 不過我沒有詳細查過 黨鞭是誰 但是無論如何 功夫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到位 臨時有人倒戈 但當然這堆倒戈 其中這兩位 一個叫Majorine Green 一個叫Eli Crane 兩個都是所謂極右 但是他們的極右到什麼地步呢 當然兩人都是特朗普 但是特朗普就還特朗普 特朗普和特朗普其實有點不一樣 這兩人的極右到一個位置是怎樣 以Majorine Green為例 因為Eli Crane相對是新的 他也算是新鮮人 第一次選到 就是2022年這一屆 第一次入國會 入眾議院 變相對新鮮人 但Majorine Green已經蹲了很久 蹲了一段時間 不要說很久 總比他早 這位女士 本身是做健康生意的 做健康生意的生意 小生意人 等於 家裡本身也有點家底 但又不是大有錢那一隻 但他們的主張 是主張得有多極端呢 基本上就是 第一 美國當然是什麼國際事務都不要管 歐洲那些其實是與我們無關的 所以烏克蘭絕對是不支持的 他們是支持普京的 他們認為這是烏克蘭自己主動挑釁 所以他其中一件事很主張的就是 本來提上來的財政議案裡面 是包含三億 預算是給烏克蘭的 他們就說這筆不批 其中一件事是攔住的 第一 當然是不可以 當然他們不只是不支持烏克蘭 又是在他們眼中 連整個歐洲都不想支持 甚至就是根本應該解散不約 在他們的眼光看 他們就是極為極端的孤立主義者 第一 美國不要管世界任何東西 尤其是救歐洲的東西不關我們 所以連這套也不需要 我們省一大筆軍費 不需要放錢在那裡 我們納稅人的錢是不應該放在外國 每一個先都應該花在美國 第二 老實實 維持的正確應該回到聯邦政府 在他們眼中 因為如果 整個美國 第一 不參與這麼多國際組織 第二 也不去搞這套 也不需要去你 亞洲更加不關我們事 第三 國內你怎樣 國內就清洗 清洗什麼呢 就是 凡是不是白人就清洗走 什麼中國人移民也好 什麼都通通清洗 一個都不留 不要這些人 趕走他們 當然墨西哥來的移民更加趕走他們 然後主張就是在美麥邊境 整個牆 擋住不要讓非法入境者進來 但他們更加極端一點 不只是不讓非法入境者進來 甚至是要趕走裡面 所有這些移民趕走不歡迎 當然他們為選票 現在那些特別是中國人 那 這些全部要趕走 不留 不准有這麼多福利 也不要有最低工資 因為他們這裡都是小生意人 除了Marjorie Green 另外Eli Crane Eli Crane就是軍人 軍人出身 真的服過疫 服過國 服過海軍 服過海軍 回來之後 自己做了一間小生意 拿用員的蛋殼去做 開瓶蓋的開瓶器 曾經都試過眾籌去做這些小生意 但是2022年他去選眾議員的時候 已經脫了手 已經賣了出去 你看到的就是 無論是女人 那些女人 是做健康中心的生意 還是Eli Crane 是做這類型的 他們做的小生意 是不需要國際市場 也都國際沒有市場 他們 那些 那些健康中心的生意 而對於勞工來計 他們很多時候 要的勞工也不是特別多 他們不是開一間大廠 要請很多廉價勞工也不是 甚至對於他們來計 他們的市場也不太大 他們不需要在海外有競爭力 只需要在國內有競爭力 所以對於他們來計 因為貿易保護主義是要求 一定要有的 因為貿易保護主義就是 保護著他們 讓外面的商品 沒辦法進入美國市場 他們的話 賣貴也無所謂 對於這些孤立主義者來說 甚至海外軍事基地當然不需要 莫說歐洲不用管 有些 例如Eli Crane後面的支持者 Eli Crane 這位人兄 他是軍人 很年輕 他只剩下41歲 但是他的贊助人有兩個 當初去選的時候 一個就是特朗普 另一個叫Wendy Rogers 是亞利桑那的參議員 那個女人也是軍人出身的 是空軍 Eli Crane是海軍 女人Wendy Rogers是空軍出身的 亦都是幼得七彩 跟剛才我說的Majorane Green 大家的立場都差不多 還要加多一尾 當然是反了猶太人 認為猶太人也是邪惡 所以老實說 澤連司機本身也是猶太人 烏克蘭出身 俄裔猶太人 有些事情有多實際 但無論如何 他們的主張 甚至是把海外基地都拋走 包括連關島都可以不要 你會呱呱 關島都不要 甚至是他們說 不要關島 關島關我們什麼事 關島變了關人隱時 總統都說 關島人隱時 誰說不關你美國 他們希望的就是 美國完全不介入任何外國事務 但是我美國國內的市場 你外國也不要進來 我美國也不歡迎任何其他種族的人 或者其他國家的人 我們就是要純白人 而且維持著就是純基督教信仰 基督教還要你不是舊教 不要是基督教 麻煩你是基督新教 以至就是 本來那麥克蘭本來 家裏是Roman Catholic 他也要轉中 變回福音派那邊 去到這麼極端 這群人就是 我要鎖門 所以也有趣 為何這群人對於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那麼有興趣 一般這群人都很喜歡加密貨幣 其實可能就是 在他們眼中 聯儲局加上聯邦政府 本身就是剝削公民權利的組織和機構 是剝削他們 所以他們第一 他們不需要一個這麼大的聯邦政府 聯邦政府的預算可以更小 因為管理貨幣更小 就是由他們揪自己去做事 然後甚至不需要有美元 甚至在他們眼中 就是我們用加密貨幣更可靠 等聯儲局沒有得古靈精怪 就去濫發貨幣 然後略奪我們的財富 他們相信這一套 當然他們完全不明白 就是以美國今天的情況 你回不了去 Isoleationism 即是回不了去孤立主義 因為你不可能 去到 那誰去維持 全球的貿易秩序呢 如果你因為美國這樣收縮的話 我就肯定立即跳出來做忠臣 立即跟我們主上效忠 立即說 大王 這可是天賜良機呀 這次美國人縮頭大佬 我還不趁機 走去搶了世界霸主 來做控制世界的貿易秩序 但如果由我作主的話 你美國人還有人運行 但當你美國收縮到這個地步 你整支軍隊都被廢了 我用什麼擔心你 是不是 就算我不打你 但我也不怕你搞我 你沒有能力搞我 而你美國如果沒有了全球市場 你縮回到美國的話 你的規模很小 當然 三億人口市場 依然是一個大規模的市場 但你不是現在的全球性規模 你們的所有東西都變成熟 你連常秘軍都不用讓 基本上 你只是靠兩個大洋保護 陸軍可以不需要 就廢了他 常秘軍不需要 當然有軍人居然支持 也不奇怪 因為其實軍人有很多去海外作戰 有些人會這樣想 愛國者的想法 有一部分就是 我為我國家而戰 如果你侵略我國家 我為我國家去死 我覺得值得 但去一個海外地方 去幫一個看起來很腐敗的政權 去打仗 他們又不知為甚麼 他們的看法就是這樣 你跟他們說一些很複雜的理論 美國今時今日的利益 跟全球的秩序 是綁在一起的 他不聽你 我沒有需要 我縮起來就可以了 歐洲關我甚麼事 亞洲關我甚麼事 亞洲更加不關我事 你這些黃種人 你自己打死他 歐洲的舊社會 我理你也有味 你不要打入我的市場 搞亂我 但他們不明白的 就是當年門羅 那個年代 一百七十年前 再多一點 應該不止的 還要多一點 門羅那個年代 再多一點 現在不是時光倒流七十年 時光至少倒流一百七十年 門羅主義其實 是一個奸的主義 所以奸的主義是甚麼 表面上說到孤立主義很好聽 但其實裏面有一個很精明的計算 這個精明的計算是甚麼 我需要保護自己海洋的安全 當時的全球海洋是誰維持的 大英帝國 靠大英帝國、王家海軍去維持 全球的金融貿易 是誰維持的 大英帝國 大英帝國控制了兩大硬貨幣 當然是黃金 以及以黃金為基礎 金本位的英鎊 我想我美國用不著去煩 只不過美國的門羅主義說 我現在和你的交易是這樣的 我一定服你的全球秩序 我也沒有本事維持 這麼巨型的海軍 至於什麼全球秩序 我什麼都不懂 我們這班都是鄉下佬 我不會挑戰你 不頂 頂是你不要得罪我 因為你得罪我 我搞你 你要來打我 其實你的補給線 就長得不得了 你要越過大西洋 來搞我 你就搞不了 所以美洲就是我的主事 但是我整體的跟著你世界秩序 其實孫妍的門羅主義 精明位就是我現在自由運動 按你英國的秩序 我主動加入你這個秩序 而這裡對面還有一件很精明的 因為英國當時開始行的 是英國式自由貿易 英式自由貿易是怎樣 就是我不管你其他國家 對我英國貨有沒有關稅 但是你們其他地方 進入我英國口 我英國不打你關稅 所以這件事給了一個很大的機會 給美國自由運動 但對於英國隨便有 因為當時英國的工業力領先世界 但是德國還沒有進行電氣化革命 美國也沒有 甚至美國和德國 德國當時還沒有統一 應該就是 還是日二萬聯邦 加上一個普洛斯 然後最多就是法國競爭 但是法國的工業力始終比不上德國 法國雖然開始玩到電 但是問題就是 法拉利對電的認識 始終是限於實驗的認識 理論不足 那些人數學不行 真正搞定電的 令到電學清清楚楚 那些人都是英國人 但是將那套東西學完 然後將它變成工業產品的德國人 西文斯 和美國人艾迪森 和尼克羅特斯拉 是那些人 所以 至少在那段時間 門羅那段時間 英國工業領先世界 英國沒有需要去搞 最好我不下關稅 就是你賣便宜的原材料給我 然後我用我們的工業力加工 變成做紡織品 其他的工業製品 賣得出口 你打稅就打稅 因為英國在控制全球秩序 它有太多市場 你打關稅 我進不了你的市場 我可以進第二個市場 我進到第二個市場 我一樣行銷 我一樣有很多生意 你不進入我是你的損失 因為如果你抬起關稅 影響的是你自己的老百姓 你自己的市民 買不到便宜的東西 只是阻礙你的經濟發展 阻礙你的消費市場 關我大英帝國屁事 就該死了 你死了四隻大字 這個時候是有這樣的想法 門羅那些做法 只不過是跟英國人 一方面交了心 我不會挑戰你的 但第二就是你不要來搞我 所以我不是完全脫離世界秩序 但如果你說現在這站 美國的門羅主義者 根本完全是捉錯用神的 因為現在全球的貿易秩序 也好 地緣秩序也好 是美國人自己在看 你沒有其他人在看 如果你在中國崛起去看 但中國那套系統 與美國是不相容的 是不相容的 你不是英國人年代 大英帝國怎樣都好 與你美國裏面 至少普通法是一脈相承的 甚至有些基本制度 雖然人家是君主立憲 你是三權分立的總統制 但是在有些位置 大家的文化和思想 差不多 容易接到鬼 人家整理的貿易秩序 你容易接受到 如果中國玩那套 你是不是真的接受到 以及你是不是真的抵擋到 到時你再沒有能力反抗 你是不是可以 但是對於這群人來計 他們的出身 以及他們獲得的選票 他們的思維方式 不是這樣想 你說有些復過熱的軍人回來 打過一些很無謂的仗 不想再打下去了 所以最好就是 我們收縮國力 不要管那麼多 有一群小生意人 小生意人是淒涼的 在全球競爭之下 搞得很多小生意都倒閉了 全部變成連鎖店 就是大的生意 而在國際生意下 又經常外判 甚至你說我聘用非法勞工 都不行 你全部是外判 全部拿到外判 就變成國內也有人失業 失業多了 你又要不要給福利 去穩定社會 但一要給福利穩定社會 結果抽稅抽得多 又是大企業又有辦法避稅 到這群中小企又是避不到 所以又是硬吃 中小企和中產階級 所以那群人其實某程度上 代表一群 無法接觸到 globalization 的好處的人 在吵詭 但他們的吵詭 是有他們的理由和合理性 但他們提出來的方法 就完全不是那回事 他們提出來的方法 只會令他們自己 將來的生活更加悲慘 而不是更加幸運 因為你這樣做的話 你以為貿易保護主義 真的可以幫到你自己的製品嗎 一旦沒有那個 economy of scale 的話 再加上你美國現在背著的 那一頭債 你會即時的 玩不下去的 這個遊戲 你現在怎樣省錢都省不及 而且貿易秩序一改變的話 你到時還慘 人家硬要拖起你市場 你以為到時可以靠兩個大洋保護 那當然不行 大洋 兩個大洋 除非你有一定的艦隊在那裡 你可以阻止到人 在現代的科技之下 老老實實 一旦你的海是完全沒有人管 或者是由中國看完整個海洋 的話 你就是這樣 你乖乖地聽話 以後要 那又是人家要逼你開國門 你可以怎樣 有些事輪不到你出聲 如果中國加上俄國 足夠實力 會被掩蓋你這群傻子 那你就想好了 你包括歐洲都貴的 老實說 只要你美國一縮秩序的話 東歐就肯定會貴了 立刻 你連民主派那些都沒有辦法支持 人家的實力就在那裡 有美國人在後面支持 就還可以支持一輪 沒有美國人在後面支持 你只靠德國 法國人也不靠不住 法國人也是混蛋 一見不見到 他會跟俄羅斯聯合 夾夠你中間那些人 那你怎樣 但無論如何 這個我扯遠了 因為我順便介紹一下 這群孤立主義者 這群極右人的背景 他們又可以來 我們先不用道德判斷 他們說我要純白 全部基督新教信徒 回復傳統價值 貿易保護 那些我不評論 道德價值 什麼都不評論 我只是說在利益上 今天美國的利益 跟全球秩序綁在一起 你不能回頭去孤立主義 如果你要回頭 你一定要有另外一個 去超越了全球秩序 而且這個要跟你相比 你可以縮上去 但現在找不到這個候選人 變成你不能走 你一走的話 你的利益就沒有 那誰還要買你的美債 如果全球的 你連銀行都收縮 省收縮 又沒有央行 又沒有全部都收縮 一個個州 那你美國的credit規模 沒有那麼大 那債券就沒有這個支持力 我還買你的美債托賊嗎 大哥 那我手上的美元 全部都沽了 就算了 如果每個人都搶比特幣 搶貴了 你國內都是經濟蕭條 到時就是通縮 大通縮 那美國受不了 這些事情 但無論如何 如果那些人 完全實現他們的夢想 美國就會不停 從此就是一個二樓都不如的國家 甚至是三四樓國家 分分鐘跌倒下去 你固然 如果你被AOC那隊 臭老婆 那些極左膠 又是令你美國混亂 但你被這些 孤立債 去搞 一樣很糟 一樣幫你美國 結束 是這樣的 所以 當然 情形未必有那麼嚴重 因為 這個原因 剛剛扯得很遠 我覺得他們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這可能是跟特朗普有關 因為那一大堆撥款 其中有一部分的撥款 是用來告告特朗普 即是資助法律的程序 真的告告特朗普 特朗普已經在說 快點把這一筆東西給我消除他 而現在這幾個反歌 全部都是特朗普粉 Eli Craig不用說 年輕人 當第一次去選議員 特朗普去承諾他 當然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那Marjorie Green說 這個特朗普粉島 你真的懷疑是否有私情 真的有事 你真的看起來 你真是重口味 那班人 但Anyway 這班人 會不會有一個更現實的目標 就是幫特朗普開脫呢 只要特朗普沒有被告 他們這一派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可以選Primary 應該實食無牽牙 也有機會選到總統 他們的利益 就算不是全部照顧 至少部分照顧 所以我很懷疑真正的目標 漢裝武劍意在佩公 難理烏克蘭的預算 或者難理其他預算 當然固然是鞏固選區選民 亦都是他們自己的信心 但是Parsol尼 會不會也當成一個chips 拿來去交換特朗普呢 是不奇怪 尤其是他們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而特朗普正在被告 但一旦沒有聯邦預算 告就告不下去 沒有預算怎麼告 你以為不用開笑 如果特朗普可以充滿 對於他跟著Primary 和下年的總統選舉 可能有了機會 我們儘管觀察下去 看看會不會真的拿一些交換 或者不交換都交換了一段 或者有其他形式的交換 我懷疑有可能是這樣 這就是真正的目標 當然同時跟他們的選民交代 因為選民基本 第一不喜歡大政府 不喜歡對外搞那麼多事情 也不喜歡交那麼多稅 也不喜歡有那麼多福利 也不喜歡有那麼多移民 如果全部都斬夠了這些預算 就表面上符合他們的希望 當然如果長遠 如果真的下下這樣搞下去 就會出事 但特朗普的不同 就是特朗普就是這樣想 特朗普本身也不是完全想 特朗普還是有國際視野 畢竟他當生意是全球性 他不是個別地區 不只是美國 他也是全球性 只不過他的全球性的玩法 有點不同 但他也是看全球的 所以就 對 情況就是這樣 我們就要 拭目以待 看看跟手會發生什麼事 美國的政壇 在這個預算中 會玩多久 這個也會為金融市場 帶來一些動盪 但我個人認為 玩極 應該也還有些抱 因為如果玩過龍的話 或者損害了整個共和黨的盤 就算特朗普出賣 也不用玩下去 這件事是沒有意思的 靜靠狂熱 特朗普的支持 是不足以可以擊敗民主黨的 你無論如何都要拘捕中間派過來 但如果你玩得太盡 中間派怕了你 走掉的話 你就會大壞 而這家民主黨也是在玩這件事 民主黨也擺明 新隻手出來 跟McCaffey說 不如我們敗組算吧 有我們民主黨的人支持你 加上你一部分 中間的共和黨的人就夠票過 現在就 在考驗著McCaffey 如果McCaffey這件事擺不平 搞不定的話 後來搞出事的話 他的議長之夢 我想很快就可以剪掉了 下屆選 第一 還能取得席位 就算得到 隨時被人踢下台 就不用做議長 但無論如何 我們再看下去 今天足夠的 辛苦大家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留言 讚好 訂閱 及訂閱 及非常感謝我 遲些再談 拜拜